另外连日来低温因雨天的天气正值开花授粉期间的凤林正大西瓜 不仅是不易授粉连带也影响着果率 而农民因此时特别改采人工辅导授粉的方式来确保西瓜稳定生产 西瓜农选在晴天早晨准备帮西瓜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农民首先采取当天开的熊花 去除花垒后把熊花花药对准雌花柱头 轻轻涂抹数次后就完成了 而平均每一朵熊花可以提供给一到两朵雌花授粉 但是由于阴雨天授粉几率低 连带就会影响到西瓜的灼果率 因此为了避免花粉和柱头被雨淋湿 影响授粉授金 瓜农也就会避开雨天来进行授粉 夜间时常下雨对西瓜比较不好 它的那个头有没有 比叶子比较会烂 白天下雨还好 晚上下雨 它又下雨又冷 那个头还有叶子都比较会受影响 我们讲的这个有西瓜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母花 那没有一般的工花的部分 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花朵 你看这 这所有都是工花 所以我们要采工花来跟母花的授粉 就是我们现在 等于说授粉的一个阶段 到时候你来看 所有的园区 几乎啊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老一辈的 我们的乡亲来这边 来这边服务来这边帮忙 所以大家可以吃到好吃的西瓜 应该这样子讲 大家非常非常的用心 把这好的成果 大致跟我们所有消费者一起分享 凤林镇种植的西瓜面积约有500公顷 而万里西畔的中心埔 为凤林镇西瓜主要生产地 为河川冲击沙洲地 适合西瓜生长 再加上灌溉水来自于中央山脉的纯净水源 气候条件生产出了口感沙 脆甜的大西瓜 是炎炎夏日里 消暑的首选水果 凤荣地区农会总干事黄荣和也指出 凤林大西瓜为花莲的绿菌产业 也为农民带来很好的经济收益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